我上来后悔了 不惧的 你懂我这意思啊 背的不是事 哥进来吃口粥啊 我21岁就嫁到你们家 对不起你们 走过人生每个路透 来时再享受 更多精彩就在本期全程热恋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名义整形冠名播出的 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全程热恋 我是主持人燕子 欢迎现场所有的观众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 我们掌声有请 十六位可爱的姑娘 来有请她们 当心甘努力爱情爱啊 我想跟你叹脸啊 满动情的游泳 你我愿意 满身的游泳会再去 满身改革回家去 满身改革回家去 下一次的掌声欢迎 十六位可爱的姑娘 欢迎大家 大家一起坐 蓝幕感谢艾尔眼科医院 特约播出 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 将会获得 由吉林省环球国际旅行社 提供的港澳豪华五日游 首先有请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 据说是打破了全程热恋 有史以来 身高最高的记录 那底是多高啊 好期待啊 来掌声有请这位小伙子 全程热恋 大家好 我叫齐彦宇来自吉林华店 我的爱情圈是 大哥小果站上台 姑娘请你唱不唱 好 我今天就打算 站在这主持了 那我过去吧 别的 站在这真像一堵墙似的 你发发现 后面的光好像都被挡了 能不能有这种感觉 你多高 1米93 我1米75 差不多身高 是不是感觉 差不多 你这腿长度有多少 114 腿就1米14 对 我觉得 姑娘们对于身高高的小伙子 还都是非常喜欢的 先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厂上16个姑娘对我们这位身高1米93 看看这位小伙子对她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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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个姑娘是非常支持你啊 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盏灯 可以对象吗 对不起对不起的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不能灭 对不起对不起你灭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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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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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像我们做二婚大孩子以前说的 就是比较珍惜感情 比较重要家庭 再说值得过日子靠谱 现在年轻小闺女一个个年轻的一天 得了八糟值得美值得浪的 每个家百八十块钱的 我在这花两块钱买一瓶炸油 我自己抹的 我回家我擦就这样烧炮做饭 那个不当干活能抹一年 他们小闺女年轻的搬家 每回家百十来块钱 够给我家孩子买套衣服 外家还能买个书包 你说他们得不到过日子 像我这都会过日子 我都不想说啥呀 就两个钱买瓶之下人还说 那我这还两个钱都没买呢 我这涂都没涂 我老赏了 小闺女别想别想 哎呀什么 哎呀我天 就是你看那脑袋 那个她那卷 你看那颜色 你看那啥 不到就花多钱的 成败家了都 昨天思琪想了一个词 形容她这头发 思琪那叫啥来着 哎你那头发啊 早前改参子的 就宿不开了 老王你听说这是啥词的吗 没有我就是安善方言怎么的 你再说一遍 赶咋了 吉利省境内叫赶瞻了 来看一下这小伙子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齐言语 今天26岁 身高193 我家人个都挺高 我妈一米六八 我那三个舅舅都是一米八以上 我这个个高是水根的 我这个个高就是好 我家安个灯泡 别人都用梯子 我就用我这两个大长腿 我这个腿长就一米一四 我现在是一名油田工人 像大兴油田了 鸡灯油田了 经常储蓄库 我哪都走 我一个月大概能赚五千 五千多块钱 我是单位的正式员工 有五险一斤 一年还有120天的带薪休假 我们单位待遇特别好 每年有旅游一次 身体进行全面检查一次 年底还有年终奖 我呢是在油田工作 我们油田管车管车 平常花交很少 但是呢就是说油田工人 也有油田工人的苦劳 以前别人都特别羡慕 我有正式工作 跟我班对班的 不是在家中地 就是没有固定工作 但是现在一直要我引以为傲的工作 却成为了我爱情的绊脚石 我一年中有七个月 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外地工作 不在家 能有哪个姑娘愿意跟她的 我一个人在外面漂泊那么久了 我现在想稳定下来 想在全身的恋找个喜欢 我家已经把房子的首付款准备好了 你愿意和我组成一个小家吗 14号思琪 我妈呀 我这小伙上台 我大个儿劳心了 我心下雨 能不能跟她溜达一圈 来呗 那那个思琪 你先说你的目的 你是想跟大个儿的溜达 还是你相忠了 还是你怎么 你就先说你是什么心情 到下雨了 肯定是相忠了 老戏你大个儿了 你多高个儿啊思琪 我一米六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也不一定 你既然有这个想法 有请思琪 有请 来吧 哎呀 他拧上了你说说 我一拳的 来来来来 他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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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这咋回事 我咋还没看明白呢 这眼睛一发电 这俩人咋就抱一挤了呢 不是这啥意思这是 这有情况是咋的呀 都别走啊 没走啊 一会真有好事呢 来来来来 我还拧 我还拧 这什么 这是要牵手 这意思啊 哎呀这下来这俩人就 这是 不是我是有点小丝心的 我这么摟一下 他就到我嘎进窝去 那不正好吗 我这帮你要 正好啊 这个身高还是差一点 扭他扭他呗 走吧来 来来 我这家里有个人很酷 山头流鼻到墙坡 他的手上也有一点粗 我必须得问问音响老师 你放这是什么音乐 我也想说 我也想说 这不是那什么吗 什么音乐 爸爸去哪了 这音乐放了一点没走好吧 本来是你们挺澎湃的 然后呢走走倍都差了 这走哪去了都啊 你说马上是好不容易下个台 这是什么 爸爸去哪了 哎白粉笔你说 我觉得我跟他站一起身高更合适 大家看看行不行 有 小声就请白粉笔出来 来有请有请 白粉笔啊 你还没穿高跟鞋呢 一米七八八 这个真高 他一米七八 他一米七八 我还一米八起呢 哎那小伙儿 为什么白粉笔上来 你就不用这个办法来测量身高来呢 这么搂 就是搂到脖子了 这么搂直接是搂头 对所以他俩 他俩太不适合了 搂到搂了一只 不是 你看人私欺欺态多好 咋的都是我最适合 对不对 是不是意思啊 对啊 你看老王 卡一楼啊 我老头要他老婆 正好 这 这 干嘛去 你老头 这样 你们仨 你们仨而留的一圈吧 我这儿 fifa 我担心 我手 我担心 莫 我担心 我 Malaysia 我担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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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柚子 我 我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他俩今天穿的衣服还挺搭的 他上面这个花色 跟他下面那个裤子 还有都白色系的 他俩这个还真是挺搭的 哎呀呀 你再拉也不好使啊 老包一去 我觉得啊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心态 甭管说你的 你的就是你 你自己觉得 这个是优点还是缺点 你看我们在私情之上 就能感受到 一米七八的姑娘下来 你都不觉得怎么样 是吧 对 留下来照样一样 哎呀 你还挑战呢 好来掌声送给两位姑娘 谢谢谢谢 谢谢文笔 谢谢紫琪 谢谢 来看一下第二个 我这个人呢 比较随和 但是在彩礼方面 我只能给到一万零一块 或者是一三一四零 其中的寓意是 万里挑一和一生一四 彩礼只是个彩头 给多了好像是在卖姑娘一样 再说了 我们的感情 怎么用金钱来衡量呢 我们在有钱干活的都是老爷们 身边来了一个美女 都愿意都瞅两眼 我们可不是白瞅的 我们都愿意给你们七分 基础分五分 西高条的加一分 阿豬放的减一分 大眼睛 涮眼皮的加两分 小眼睛 咪咪眼的减两分 胸大 从车面上有S减的加五分 前后飞机场的减十分 如果你能拿到七分 就做我女朋友吧 对话刘娇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娇 来自达安市安网站 我的安全性是我的老公 不一定要帅 别人的老公可以使劲帅 我今年27岁了 那你平时是看自己老公 还看别人老公呢 我看别人老公高兴一些 我觉得自己老公长得不帅 安全一些 我不能接受不给彩礼的 这是一种风俗的东西 我没说不给彩礼 彩礼都是万一条一样 感觉是我们给改口钱 我管姜妈给的改口钱 那你都给我一万零一了 你妈再给我一万零一 你们家你这放的也不是那回事啊 你这不两万零二了吗 这个彩礼就是说 我喜欢那种就是说 白手起家的 你要是说要彩礼 要特别多的话 其实我也拿不起 因为我是个单亲家庭 我妈妈领了我六岁的时候 领了我一直到现在 一直没找 包括我妈今天五十多岁的 还是在给别人打工 她是退休了 就是因为我没有父亲嘛 家里情况就是这样 买个房子又需要很多钱 家里只有我妈 我是这几年才找到工作的 也是这几年才上班的 挣的钱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我就对彩礼这方面 如果说你要我二十万要三十万 能给你 拉一片机会 我感觉啊 你可以就是先给我 但以后我再 我就是说结完婚 这过程走完了 我把这钱再给你 那为啥呢 因为就是毕竟我们那儿 就是讲的这种 就是封锁会打听 知道吗 说问就是特别 就是思想比较封建一些 就打听说你家还结婚 婆婆加给多少钱呢 我妈告诉别人 我姑娘挺大的 姑娘挺漂亮的 给了一万零一啊 我怎么心思 一万零一的话 如果说 我们那儿改口钱 婆婆就直接给一万零一了 就我实在是真的 说实话 说到底是为了面 对 不好意思啊 实在 没事没事没事 实际上我觉得刘娇 说的挺实在的 道理都摆着刘娇面前说 给彩礼可以 汉猪的摔八瓣 挣出来的钱 给你们做彩礼 你认不认 其实刘娇 可能心里也不得劲 但一想到自己爸爸妈妈 在村里 给别人甩 你看这姑娘架出去 没有彩礼 这脸又搁不住 现在有多少要彩礼 给彩礼 就是为了面的 而为了这个面 又拆散了多少的 本好的姻缘呢 是不是 究竟这个婚 是为面而结 还是为自己结 是为别人而结 还是为你们自己而结 这个得自己心里又说 这个还是放弃吧 既然都灭了 那就不增去了 我觉得小伙很务实 他希望找的 应该是一个 跟自己很匹配 甚至说门当户对的姑娘 是不是 就好比你出的彩礼一样 我彩礼 我能拿得了一万零一 来表达我的这份真诚 所以我要找的 就是能接纳 并且欣赏 这一万零一的那个姑娘 是吗 对 好的小伙子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燕姐 很看好你 加油加油 掌声送给小伙子 加油 加油 我找的对象就是 身高能高一点 反而有工作 能孝敬老人 有独立的想法 独立的思维 接下来出场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 据说是 农安黄鱼眷村的 情歌王子 来 掌声有请情歌王子 全城项鱼 大家好 我叫李广佩 来自鱼米之乡 能玩县黄眷村 我的爱情选业是 情歌王子我最棒 全城热恋找对象 有缘和你牵个手 快乐幸福一起走 好 好 好 情歌王子 来 先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长相16个姑娘 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好 谢谢 接下来小伙子 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灭一盏灯 好的呀 我分析只有三个原因 整容 国籍 还有我 还有我那个 那个 择偶标准 是哪一个 他的 你太漂亮 我驾驭不了 而且我还可以用一首歌去形容他 清清清阳洋流风 游游桃花水 风寒清水寒笑 细节人一醉 知道是谁唱的这首歌吗 不知道 那是老王那个年代的歌了 我的偶像 杨颖唱的 风寒清水寒笑 因为你长得太漂亮太可爱了 好的 谢谢 我这次被灭的心里还是挺舒服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清歌王子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清歌王子我走到全城热恋 神大一宫啊 我唱歌二人转 那也中啊 我模仿做事也行 台上的女嘉宾 你看我中不中啊 我爸爸是村里的厨师 谁家要办红白喜事的时候 有乐队的时候 我都会跟去 主动跟他们唠嗑 和他们一起互动唱歌 全城热恋 我每期都看 台上的女嘉宾 我可以用歌声去形容你们 我有个姐姐 姐姐一米七十多 还有个弟弟 弟弟一米八二多 我是家里最矮的一个 从小我就想学二人转 唱歌 想学厨师 但是都被爸爸妈妈拒绝了 说我对身高太不适合 所以我对我的身高 有点不自信 我看那个短片小伙说 你对那个 你自己的身高 不是太满意 我就说 个儿还怎么的了 个儿还咋回唱歌 个儿还怎么的了 个儿还咋回唱歌 个儿还怎么的了 个儿还咋回唱歌 你就是你不用说 你自己个儿呀 或者是 你就是感觉自己特别自卑 因为你个儿也没有 十全十美的 刚才我看短片里 你妹妹多高 我姐姐一米七多 你哥呢 弟弟是一米八多 家里 家里唯独是我最爱的一个 就正好中间夹住了 兄弟 思琪说的对呀 就你们兄弟仨是 他们俩长得高 论唱歌谁唱得好 我唱得好 二人转谁唱得好 我唱得好 谁叫清歌王子 我叫清歌王子 他们长得高有啥用 是不是 对 说哈海雅 你说用歌声 来形容我们台上的每个女孩 那个你用歌声 形容形容我在二十岁的蛇精呗 你搜索一下 看哪个歌能适合二十岁的蛇精 可以 女人不是妖 性感不是嗓 爱没知情 没什么大不了 风雨彩虹 铿墙玫瑰 再多的忧伤 再多的痛苦 也自己去背 好 好 我白听你了小伙子 女人不是妖 为啥适合海雅呢 我就感觉 他答案他妖 你就给人感觉就是 不放心 不放心 说本身农村嘛 就是你说你答案他妖 他说出去 他都会说那些咸语什么的 说那些咸话什么的 你觉得场上 谁是属于朴素那种 你看看 十六号 一直都 我也没问上话 我就一直想问 为什么叫情歌王子 谁给评的 或者是 怎么叫的 因为我没事的时候 总玩那个 抠抠唱歌群 我得有四十多个 唱歌娱乐群嘛 因为我就喜欢唱情歌 所以我起个叫情歌王子 来 看你第二个 我在网上出了一个对象 在网上两个人出的挺好 见面的时候 由于我的身高 他拒绝了我 所以我在一直没有 在出对象 没出对象的原因也是 我自己对自己的身高 也没有信心 所以一直到现在 现在的我想找一个 一米五八到一米六五的女孩 这样的我没有太大的压力 性格就像台上 现在小甜甜那样 说话声音带两年人的那种 做起事来就像石榴姐那样 踏实肯干的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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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喜欢像我这样 很性格的 然后像那个石榴姐那样的形式作风的 比较果断 我做事也很果断啊 真的呀 我老也就是做起事来 我是外揉内刚型的 不信咱俩试试啊 可以 给我跪下 为什么 这哪是外揉内刚啊 这是外刚内刚 那好吧 快点给我跪下 你舍得吗 哎呦 哎呦这小伙子 我体力也想看的这句话 快接接话 那你舍得让我生气吗 反正你舍得让我生气你就不贵 我就想看他生气是什么样 你这心也太狠了 我二十一次就嫁到你们家 那时候没有米没有面 房子还四处漏风 你就这么对我 你这 你这次 你快接话 再不接话他演不下去了 哎 像他这么说话其实挺简单的 我就是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那早上蒸包子 哥 进来吃口粥啊 我们家包包有五种馅儿 你看你喜欢哪种肉肉呢 喜欢哪种肉肉呢 哪种肉肉呢 是比我常吃东西 弄不到你 我感觉要是这样耍了 我感觉客人不敢吃了 他俩这种性格可愣地 愣地一起去那可憐不到一起去 你得找一种 你琢磨琢磨 十六姐那种 谁说温柔是杀人的 现在场上是 只有一盏灯亮着 十六姐 就是鼓励一下吧 我觉得 咱们比别人 可能说身高矮了点 但是实质性的东西 你要比他们强 你虽然没学过唱歌 但是你心里面有花 它就能开出来 身边的人会感受到 就够了 不需要让所有的人 去评价 你有多高多漂亮 好 谢谢十六姐 接下来小伙子 转转环节 爱咋咋地 选择还是不选择 选择 拼一把了 那是选择一中人 还是选择刚才交流的过程当中 感觉不错的姑娘 一中人 一中人 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中人是谁 来 掌声有请十六好四六姐 担心 来 努力 来 期待 我想跟你谈恋爱 能有情歌 有你我愿意 满身跟我们回家去 有个请求 我想把鞋脱了行不行 我觉得这样对她来说有压抑感 有压抑感 好的 有点不习惯是不是 有点不习惯是不是 有点 有点不习惯是不是 你说吧 今天我来呀 也是帮你来的 我想送给你一个礼物 我特意为你写了一首诗歌 我想让你打开自己念一下 他自写的挺工整的 你是我雨天的一把伞 你是我冬天一缕温暖的阳光 亲爱的 不管有多少的风风雨雨 我愿意今生与你一起走 今生陪着你一起走 走过人生每个春秋 今生和你手牵着手 相依 相味慢慢到白头 今生陪着你一起走 走过人生每个路透 今生和你肩并着肩 相亲相爱温暖在心田 春夏秋冬陪伴你 那也是幸福 今生爱的不够 来世再相守 是哪句话一下子就击中自己的内心了 不是一句话 就是这时候想的挺多的 情绪有点不好 挺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你说说 这一个月发生太多的事 然后就是他这个这种特别真实的情感让我要崩溃了 好像一下子想起了好多好多的往事 对了 因为是我也看过关注十六节很长时间了 他在全城热恋他也说过 如果他要是说找另一半的话 他要想找一个说家庭和睦的 说家里父母都健全的那种玩家就是四代同堂 都在一起 家庭特别和睦 好 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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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一下我爷爷的 你说吧 我爷爷跟这个舞台也算挺有情缘的 因为前几天去世了嘛 出殡的那天下午回来 电视上正好在放我反显记的那一期 那是一年前的现在应该是 他还笑着给我录短片 我给他剪头发 然后回到家以后 每天他走路非常慢 我收养了一只小狗 正常的时候是小狗跑在前面来接我 然后他满油油从屋里面出来 来接我 然后出殡的那天 他就不在家里面了 我回家只看见小狗 然后看见电视上 我给他剪头发的那个那一段 我非常怀念他 今天为什么感触这么深 燕子姐说的挺对的 挺多挺多的这些东西 浮现在眼前 有很多观众 看了我这么久 觉得是图儿啊或者是什么 我不太在乎他们的这个评论 但是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但既然有这个机会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 嗯 挺感性化的 就是 站了这么久 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 为了彼此的一个负责 对感情来说 应该是个 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事 选择了就是一辈子 就是 感动 哎呦 我觉得这嘴里相当厉害了 来 掌声有请这位小伙子 全层热烈 大家好 我叫李宗遥 今天21岁来自吉林长村 我的爱情宣言是 未来道路还很长 小伙子不会那么狂 假如你敢把我爱 一定不会架脚窜 来 先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墙上16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小伙子 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哎呦 我得把心都碎了 接下来该你灭了 到我班了 对对对 接着我是吗 我得跑一旋啊 没灭了没灭了 我得尿筹 还怕第二期 赞 来你灭我了 那我姐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给一次活的机会吧 快点 都管是挡住的量 姐姐都求死了 给我一次活的机会 就一次 就灭灭了 内灭过了 不敢灭了 就灭几个呀你是 一个 太强灭上 强灭上 那你 他伍子不要灭呀 咱家伍老颜式了 为啥要灭他的灯 我丑色带劲 好看 个大漂亮白性感的黄头 没关系 你就要灭他的灯 啊 你就夸小伙啊 我跟你说 你要夸到底 海洋就把灯给你留到底 说完这话 我自己都不信你说 第一个短片了解 我叫李仲瑶 家是长春乐山的 我今年二十一岁 白天我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晚上我就是考我的小时候考 我的小时候考的名字 我跟你说得霸道 叫做老豹大串 一个月能整个七百千块钱 轻轻飘飘的 美女们这都是皮毛 等上台之后 给你们练绝脚 我行走江湖二十多年 全凭自然自由 所以对于女孩 我是多功能行的 跟我在一起 就不会让你有不开心的血 我这个人吧 出现象就是急性的 而且呢 珍负的希望特别的强烈 等待就是浪费青春 喜欢就不动出击吧 我看刚才这短片里说 你是有啥有啥绝活啊 啥都会那老会的 那我得互动一下 这有个凳子 就给这凳子拿上来吧 给你们表演个摔叉 我跟你说呀 等会儿等会儿 小伙子 我怎么看这么吓人呢 你想要干啥 你就直接把椅子拿 你想要干啥呀 跟这里人直接摔去 皮叉 皮叉 主要我这不得先 给我未来的媳妇展现一下 她老公能不能保护 是不是 啥也不会 一点武术都没有 不行 你会不会有啥危险 没有 明明是来这儿找对象了 别再因为这出啥事 最后找不着对象 耽误了 那不能 王哥你就放心吧 我上来后悔了 我上来后悔了 你又不学二人乱 你练这功夫干嘛呀 那时候年轻嘛 乐业玩 呼呼哟哟哟哟就会了 是 艾德姐 那都不算啥 我旁边小白比她那多了 那活比她好多了 那你这意思 我就是在关公面前 锁到的欧位 你看看 人家活老多了 人家不得给这 掰着掰着的 来一个 来一个 来来来来 我们掌声有请 白粉笔 我看看 你说这白粉笔也是 在台上都沾这么长时间了 除了只有她一米七八八个以外 然后赔钱卖瓜子 其他 大家真就不知道了 对吧 要这样的话 那可真是深藏不了我啊 广哥回来 那咱看看到底有啥绝活吧啊 你有啥功夫呀 我不知道我 我还 这不大了解 我也不会啥呀 你会 那周哥一个劲撞了 你上了 是啥意思呀 他这个我会 艾德姐 他就是不好意思 什么倒立一下叉 什么那个 瑜伽专业的 都老多了 就是 我知道了 你不用低调 然后那个既然 那个周哥都说了 石头姐也说 你就各方面才艺 我们展示展示 给大家看看 那我就简单的来几个嘛 简单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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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是 你平时在家里面一家吗 基本上天天都会练 基本上天天都会练 然后腿里人看着我 就觉得我好像有病 我一直在家里面一家吗 可能我在家种地很多人也不理解 就是觉得我在农村好像白瞎了 其实我从来没觉得 因为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就好 就是说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好 谢谢 建议白粉笔 谢谢 谢谢 再看小虎的第二个总片了解一下 我之前看过咱们节目 那台上的小虎有的都不会出的线 你说你们怎么那么行 这玩意就得会烂的老科 你不烂的 谁也能想到你 你受不了啥 就是体格大 大一样都会有啥 你说我这个人 有时候也来点小浪漫 被媳妇心疼的关键 上个楼啥的 这个你超过140斤 不得给我累吐血了 13岁我就出来闯闹来了 没花过家里的钱 所以我结婚也不打算花家里的钱 以前嘛 钱敢用敢花了 从今天开始才知道两天 所以彩礼这块呢就是我自己 绝不让我家里给我拿钱 以后咱家要是有条件了 我就给你在农村盖个别墅 让你过上有山有水有树林的生活 人生这么短暂 你说人那一辈子不少 让自己开心过一辈子的人 都对不起自己 美女们你们说是吗 16姐16号 体格大咋的呀奶 还能回你仨 你50斤呢 是现在都流行一句话 一瘦遮白丑 你瘦是因为你丑 我也不丑 我为啥要瘦啊 在短片里说的 你说就不喜欢体格大的 这也行 完了还有那女嘉宾能回你仨了 有除了那个和这个还有哪个 那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讲了 思琪 思琪 不是 短片当中还提到啊 胖 超过140 上楼我背不动 我背你啊 就是 那天是你自己上楼头飞机 那你再背一个我 我的妈 我自己上楼不飞机 我要背 我要背你越背越轻重 没感觉出来 那你没事呀我 那你背一个试试 哎呀 哎呀 你干啥呢 也不是说啥互动的好机会 这你得搜往下来干嘛呢 他干我嘛 他不是下来下来下来 背的 鲍语尔 鲍语尔 很瘋 吹车 五年来你是头一个呀 让女孩背着转一圈的男人 而且你看 老龄去了 曾经穿上去呢 回忆劲小了 要不我能爬呢 就挫着上去了 我现在把事来 你不得给我背到那位置 行 多大点事 不把劲背喜吧 让劲背劲 报我 你报应吗 我这往台上一去 我差什么也吓不来呀 我都怕给他撇出 我游戏走到那儿啊 这是 我特别惊讶 你平时 你是干啥的工作 我卖保险 烤蒜 那咋能这么有力气呢 我也不知道 他抱自己根本不觉得 不觉得非常沉重 而且小布 可快了 溜青了就往这走 因为他本身也不沉 没有看着那么沉 是不是 对 对 16点钟都灭了 反转环节 爱咋咋地 反转环节 那爱咋咋地也行 爱咋咋地 那我就请出来得了呗 请出你的意中人吗 请出来 那得请 来都来了 好 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意中人是谁 一起来看 8号范圆圆 来 掌声有请 当心愿努力 爱期待 或许多你贪恋她 能走情歌都以往远 其实说实话 这20多年 不管是靠嘴 还有啥 最重要一点是走心呢 这心不对光 练嘴也白嘴 你一个台上 你站得累不累挺 最玩意就是走心 你要是敢赌一把的话 我跟你说 就是一辈子的事 指定不再让你后悔 而且刚才问你 累不累定是咋的 你回答一个累好吗 不累 你不累啊 那你啥时候能累挺呢 关键你不累 我这么问你 我累挺 你累挺 你是刚才在思琪那环节累的 你关人远远啥事 站你时间长 腿干嘛了 跟我回家吧 回家跟你坐吃 对去 好 好 我还是就是喜欢找一个 就比我大个 四五岁的 懂得照顾人的 而且我是挺多的缺点的 就是想找一个能够包容我的 我这个 我这个人比较执行 这玩意走心了 你就牵手去玩事 那你这玩意你说 人家都不同意 本身就没看你对眼 那你就咋说 花说流说啥用了 是不是 好 好 这形态好 那好 谢谢圆圆 谢谢 谢谢 小伙这几句嗑 烙得挺硬啊 表白的时候 我说必须得要干净利落 是不是 那对呗 那行就是行 不行的话 咱绝不勉强 主要咱们不大老爷们吗 是不是啊 工作都七百年了 经历的也不一样 要说沉稳 有 但是为啥是活泼的性格呢 因为 咋说呢 就像一滴水 掉入大海里 你这一滴水 你融入不了大海 不是融入不了大海 就是左右不了这个大海 但是你能融入进去 可以让它感觉到你的心情 所以说我就想做那滴水 去融入大家 给大家带来欢乐 不想说到什么时候都沉闷了 那啥瓦呀 好棒 来掌声送别小伙子 加油 加油 拜拜 你说现实生活中吧 这能说好办事 这你们要是有台下的姑娘什么的 喜欢能说的我 那你就快点来找我来吧 还矜持啥呢 接下来出场的是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说了 最让他上瘾的一件事 那就是赚钱 来 掌声有请的 全程热烈 大家好 我是高天泉 我来自娇和 我的爱轩心言是 我叫高天泉 就是能挣钱 谁要跟我走 回家就数钱 谢谢大家 先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墙上16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小伙子的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来 接下来 跟听你的感觉 最少灭一盏灯 可以行动了 上一个男嘉宾 我捂的嫩的 这是没灭了 到这个 这个难没躲过去 我这单啊 咋的是躲过去了 那个 我后面有个哥哥 告诉我了 说得把你灭了 他上来的时候跟你说 他要说的话 我最后又变成你大嫂了 是不是 小伙子 咱这一期你是第四个男嘉宾 你们说话都负点责任 每一个嘉宾来都告诉海雅姐 下一期 他就这么盼呢 盼呢 盼过了17年 等到了18年 去年15年 今天16年 二年了我这站的 我给你立个牌 全程活化石 忘敷衙 那接下来看一下 这位最想 最喜欢赚钱的 这位小伙子的短片 我叫高天泉 28岁 家住交合市 黄虫电镇 18岁 以前我是个 特别能作的人 看谁不顺眼就动手 咋的 从咋的 从我不行 我兜里从来压不住钱 就是吃喝走 还有一个就是赌 18岁 我一个小时输掉了20万 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死 要么咬紧牙 赚钱 还赌债 那年春节 我爸一句话骂醒了我 老高又没有这样的人 你要再说 就是老高的人 就是老高的人 我好像一棒子被打醒了 再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地活着了 那时起 我开始五年多一个人还债的日子 从那以后 扑克麻将一次没摸过 信不过自己怕上瘾 这些年我就对一件事上瘾赚钱 一年到头 我都这样忙活 管是赚钱的活 不管多累 都干 在我们墨之乡 坐窝 撞墨 收墨 一忙就是一小忙 我外的 每年雪化 我就开始 拉绿化树 爬地 去年我开始包地 种瓜子 签河东出口和纳州 八九月份 金山 我错了十八年 拼了十年 我的未来还有几十年 你敢拿你的未来和我一起拼吗 四号小天天 小伙 这个短片前后分场很大呀 完全像我们展示的内容 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人生 我就特别想知道 你一个小时二十几万是怎么输的呀 头一天是我赢了四万块钱 三把牌我赢了四万 三把牌赢了四万 那你当时这心情是啥样的呀 当时这心情是 那是非常高兴了 然后是过了三天之后 他们找我 说有一个大举子 你玩不玩 然后就跟他们去了 去了到那地方 头一把我就把四万全压上了 然后折了 就是输了 我那俩就要走 但是我那朋友说 没事 我给你抬钱 然后是 然后说 行吧 那就是 就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把输这个钱再赢回来 他是给我拿了十万 然后是我一把就全部压点了 这把压点了之后 我输了 那两人怎么说 就是输红眼了 我朋友告诉我 然后我直接就管我朋友说 我说你那是还有钱吗 他说 还有十万 然后我说那你给我拿来吧 然后他说 这时候你得写欠条和签字恩手印 然后我说行 拿过来这个钱之后 然后是第三把 我就压了三万 然后就也折了 折了之后 那两个就是有点反应过来味儿了 但是 已经红眼了 就是所有的事情 跟我都没关系了 我必须去玩 然后第四把 我把这七万全压点了 输了 那当你把这二十万输了 你是怎么想的呀 如果要输我的话 我感觉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在他们走之后 我签完字 然后是 我坐的那地方 整整坐了两个多小时 抽了将近五盒烟吧 那仍然只有是两个想法 一就是我一丝了之 二就是 我赚钱把我欠的赌债还上 到最后我想到我的父母 我把这个年头就大消了 其实就相当于四把牌 你输了二十 二十四万 对 是不是 对 那仗就是 在我赌完之后 我的父母都不知道 我有这么大的债 我赌完之后 我回家了 我只跟我 跟我家人说 我要出去干活去 我出去了整整 五年多吧 什么活都干过 只要是挣钱的 我甚至 我甚至 有时候一天我都干 我这边开吊车 然后是 吊车没活了 我就去干别的 甚至 我最多一天打过三 给干过三四工 有时候后半夜 有时候 两天两九不睡觉 这都是太正常 一个月最多能赚多二千 我最多的时候 那盏一个月能赚七千多块钱 七千多 能花多少钱 我最多的时候 一个月我花了五十块钱 我这非常喜欢吃那个西瓜 但是那盏西瓜刚下来 然后是也挺贵的 我那 是刚开完工资 我要上银行去给我的债主打钱 我看着西瓜了 我过去问他 那盏他告诉我一块五一斤 但是我没有买 只是我到那瞅瞅就走了 有没有想过 你当时四把牌输进二十四万 怎么就输进这二十四万了 抽老千了 不抽老千的话 谁会设这个局啊 对不对啊 这个理太容易想通了 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啊 尤其是农村的青年朋友 记住 有人拉你入那个局的时候 你要进去了 前面一个大坑 肯定在等着你 往往赌的人 很少能有孙赌的 这里面能走出来 但是我想在这说一句 赌的这帮朋友吧 进掌松手 因为赌 你没成家的 会给你赌的 找不着媳妇 你有家的 或者有孩子 能阻止你家破人亡 好啊 来看第二个短片 接着了解一下 有人问 高天全 现在还没有跟你交对象吗 说实话 有 不想看 我也出过对象 我们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结果 我又被骗了 而且骗得很惨 当时他卷走了我和我爸妈所有的积蓄 经历过两次被骗 说实话 受挫 那时候自己条件不好 别人给介绍也不上心 现在条件还可以 又有十几万充款 看见同学都结婚了 哥哥 姐姐 孩子也大了 爸妈急 我自己说实话 也着急 说实话 我是一个脾气不打地的人 强势 叫着女强人那样的姑娘 跟我过不到一块去 我喜欢聪明 单不强势的 平时出点鬼脸子 使点坏的姑娘 挺可爱的 我对我未来的媳妇没什么要求 在我忙的时候 能给我揍我饭吃就行 说实话 这等这么多年 我最丢的挤的就是我的爸妈 不能这样他们丢脸了 今天来到全城热恋 给你们找个好儿媳妇回家 我会照顾好你们 也会照顾好老婆孩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三号隔庆 小伙 看短片里说 你出女朋友又被骗了 那怎么能又被骗了呢 我出这个女朋友 是在网上认识的 是coco上认识的 我俩认识了 她家是 男房那边的 她是骗你钱了 还是骗你感情了呀 感情和钱都骗了吗 又被人骗钱了 这小伙 这回又骗多些呀 骗了我 将你二十八 我说天气玩意 你说这些年 真挺不容易的你 你这些人是被骗耍钱 我整一下二十四万 现在又让网友整你二十万 哎呀妈 这么些年 你说这不净还债了吗 哎呀妈 这个咋整 这回又骗多些呀 骗了我将近二十八 你这个 你现在多大呀 现在多大岁数 我现在二十九 你这二十九年 啥没干净还债了 你俩是属于那个 网恋 多长时间 在网上出了多长时间 撒月 哎呀那个是四把牌 二十四万 这是撒月二十万 好 我给你细算一下 这虽然都是 不敢面对的现实 但是必须得面对呀 撒月之后呢 俩人见没见面啊 见了 怎么说那俩 就是要 谈到 谈婚论嫁了嘛 我就 把所有钱都全部交到他手里了 他是 在我去 打松子之后 他拿的钱就走了 走了 我打完松子回来之后 然后是我去找他 我那是去想要钱 但是一看到他妈住院了 本身他家也没有太多钱吧 然后是到那我一看 算了吧 我说大不了我自己再苦几年 我再把这钱挣回来 再还给我妈 还给我爸 所以我就没有 是我哈 海鸭 我感觉说你心地挺熬实 心地挺善良 心地挺软的 但是吧 分杂为事 就这样事的话吧 你必须得要回来 他妈有病 你再也来甩两万 那是咱们说的朋友之间的友情也好 说给他扔了可以 以后吧 看准了看好了 别整了什么网恋 虚拟的世界玩乱干嘛呀 那都骗人上当的事啊 你说你要来全场恋爱找 你看我们这些谈人小鬼的 个个的 你都准成的 特别像我更准成 然后 你说 就我那一个准成的 还要你咔嚓给我灭了 给我灭洗碎一碎的 但是吧 我还是挺看好 挺理的啊 你这还挺爷们的 第三个东西 回来之后做选择 对于我儿子呢 我敢说 干活啊 又是说是外事往外 和这个说是 亲戚朋友关系 邻里关系 他做得非常多 不过呢 他对外界上 就是这个语言不行 见着大爷 这个行 就是见小姑娘不行 这一点是定了 他不会跟你闹客 我这人爸就是 不管我在父母身边 再大的错 我不再向他们去低头的 所以 今天我能来到这个节目 我想在这个节目上 对我父母说一声 爸妈 对不起 你们 在 在就是我 二十九年 想对我爸妈 说的一句 因为 从小 我就没让他们 省心过 所以 爸妈 你们 要记住 我从现在 我会让你们 看到一个另同 另一个女儿子 会让你们 脸上一句有光的 好 是不是看到 爸爸妈妈这么多年 为你操的这个心 你觉得 太不容易了 是不是 这么说 我大哥和我姐 我爸妈重来 被这么吵 我也不是说我自己 说 说难听点 我不为了他们儿子 但是 在我现在站到这舞台上 我可以对我爸妈说 我配做你们儿子 因为我做到这儿了 以前是以前 现在 你儿子做到这儿了 我觉得 我觉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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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我觉得 你是好样的 就18岁开始经历这个事情 就自己一个人敢做敢当 自己扛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内心当中的 就扛了这么多年 你也太累了 我认识 我也想过去死 就是 我的承受压力 每个人的承受压力 都是有限的 我们已经打到极限了 我听过来了 兄弟 我问你 那五年在外打工还债的时候 你哭过吗 没有 从那天起 我就跟我自己说过 我不再留下一滴眼泪 但是今天哭得很有道理 记住今天这个眼泪 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儿子 堂堂正正的男人了 加油兄弟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年 对不起爸爸 对不起妈妈 其实站在哥和姐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你更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这么多年就为了还债 亏着自己 现在好日子来了 这么能挣钱 是吧 挣钱现在已经是你最上瘾的一件事情 也是你最擅长的一件事情了 也是你最擅长的一件事情了 这么能挣钱 接下来就是好日子了 找个好媳妇 是吧 这好日子不就来了吗 别亏着自己 让自己好好的过一过这种幸福的生活 我现在正往这方面努力 是 老王哥特别想认一下你的地 你愿意吗 愿意 好 来兄弟 跟咱爸说两句话 这个儿子呢 以前可能真的是不省心 但是我觉得经历这么多事 今天我们听到了 他真的长大了 懂得心疼父母 也懂得怎么当一个儿子了 记住了 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 他回来了 接下来我再想告诉 焦和的咱们这些父老乡亲们 78岁以前 这是一个能作的孩子 现在他也回来了 但我相信 他能为乡亲们 做更多更多的事 请大家接纳这孩子 咱了不起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清晨没有地平线 太日落的海边 太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好样的 好样的 我相信是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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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这么大魅力啊 北京小虎表白海燕 21岁大学典 迎来人生天 这海燕点我没点我都特别的喜 海燕等待着那个许仙呢终于来了 更多精彩就在下期全程乐练